这个男人名叫洛塞 身上带着三个小灵通 为什么要这么多 因为他是中介 专门服务那些心怀美国梦的十八线艺人 一个手机说人话 一个手机说鬼话 还有一个给自己老婆背着 他来到街边的电话亭 摘下戒指 拿起电话 刚要拨通 一个披萨小哥敲了门 这个地方居然还有外卖送到 洛塞这还要讲私事呢 直接口吐芬芳 向人打发走了 洛塞终于打通了电话 对方是个十八线小模特 洛塞上去又是一阵胡锤勾引 小情人还是没上钩 一阵寒暄后 电话挂断了 洛塞摸着戒指 似乎在忏悔 正要离开时 电话又来了 声音听起来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神秘人表示很遗憾 洛塞辜负了自己的好心 对方不想洛塞饿着肚子 经历接下来的事 他表示自己正在看着洛塞 洛塞给惹毛了 可还没张口 神秘人直接爆出了一堆 让洛塞瞠目接舌的信息 从他的家庭住址到妻子的名字 最要命的是 神秘人居然知道自己小情人的存在 洛塞被抓住了最隐蔽的软肋 他质问神秘人到底想怎样 对方却表示 这该问他的小情人 很快 小情人的电话被拨通 神秘人直接了当地告诉小情人 洛塞早已结婚 之所以每次都用公共电话联系 是因为这样 不会被老婆查到通话记录 洛塞根本不会捧哄你 只是想跟你上床罢了 这一番话下去 洛塞直接社会死亡 但这还远远不够 神秘人要洛塞打给妻子凯莉 承认自己出轨的事实 如果不打 他就自己来 洛塞完全被握住了软肋 在赶走了不断敲门 想用电话的妓女后 拨通了妻子凯莉的电话 然而给情人打电话 都要摘婚戒的洛塞 面对心爱的妻子 又怎么说的出口 嘴里只能说这些似是而非的话 便断线了 神秘人很清楚 洛塞没有说实话 他已经失去耐心了 跟洛塞说清了自己目的 当洛塞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就是洛塞死的时候 洛塞不信紧接着 神秘人表示 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专门惩戒有罪之人 此时一直没用上电话亭的妓女 又找了上来 本来还是好好商量的情况 可被人用枪描着的洛塞 哪有耐心和态度 直接把钱甩在了对方脸上 让人家滚 这下彻底激怒了皮条客 对方见洛塞死活不出来 拿起球棍砸爆了玻璃 眼看洛塞就要被打 神秘人扣动了扳机 一瞬间皮条客重枪倒地 洛塞很是害怕 想要报警 但神秘人早已看穿他的小聪明 直接射伤他的耳朵 以做警告 很快警察街道报案赶来了现场 将电话亭所有的街道全部包围 各大媒体也蜂拥而至 洛塞看向街对面 电视里新闻播报的全是他 洛塞当了半辈子中介 什么也不是 现在神秘人只用了不到十分钟 就让他成了世界的焦点 警探向洛塞喊话 神秘人却警告他 不准说出事实 他只好表示 是在跟心理医生打电话 此时 妻子凯莉来到了现场 为了保证对方安全 洛塞疯狂大喊 哪怕侮辱妻子 都要让警方把妻子带走 场面越来越胶着 洛塞越来越被动 他不敢也不愿说话了 可就在神秘人 把准心描向妻子时 洛塞求饶了 神秘人要洛塞认罪 向妻子承认自己出轨的事实 如果照做 那么就会放过他 洛塞做到了 可神秘人却反悔了 对方还没玩够 洛塞立马挂掉电话 他再也受不了了 举起手走出了电话亭 警方也瞬间备站起来 然而 电话再次响起 洛塞立马发现 妻子脑门上的红点激光 他疯狂地大喊起来 这样的举动 也让警探发现了异常 明白了洛塞正在受人威胁 他急忙叫停所有枪手 并下令搜查附近所有大楼 并指示洛塞回去接电话 洛塞鼓起勇气 他告诉神秘人 自己不可能成为对方的踢罪羊 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枪 即使被杀了也一样 而神秘人让他抬头看 紧一眼 便让洛塞吓出一身冷汗 刚鼓起的勇气 也瞬间被打消了 此时 小情人也赶了过来 当事人已经凑拳 神秘人让洛塞 当着在场所有人 在代表着无数人的摄像机前 说出他肮脏的秘密 犯下的所有罪行 看着心爱的妻子洛塞开口了 他说出了自己自私自利 一生也从没信守过承诺 自己所有的成就 都是有谎言和利用之成 洛塞痛哭流涕 这些话不是说给神秘人听的 而是向自己的坦白 他知道神秘人不会放过自己 他只希望在自己死前 能做一个坦荡诚实的人 很快 警方找到了神秘人的位置 洛塞知道后 觉得占了上风 开始反过来威胁神秘人 可对方不慌不忙地表示 时间足够杀死他的妻子 洛塞怕了 掏出头上的手枪 走了上去 要杀 就杀了我 洛塞倒地挣扎着 原来击中他的并不是神秘人 而是使用橡胶子弹的特警 此时 特警破门而入 却发现 神秘人已经割喉自尽 洛塞被扶起来查看凶手 一眼就认出来了 正是一开始 那个被他骂走的披萨外卖员 多荒诞 这就是口吐芬芳的惩罚吗 洛塞被送上救护车 注射了安定计的他 朦胧中 看见一个身影 对方有着与神秘人 一模一样的声音 他夸赞洛塞的勇气 让洛塞继续坚持 否则 他的电话 将会再次响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狙击电话亭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